215 信息日報 體檢亂象 套餐繁多效果傳而調查表明體檢套餐並非越複雜越好 2015年7月14日連線A.19檢 總比不檢好 這是一般人對於體檢的樸素觀念 體檢產業發展恰恰迎合了這一觀念 中國體檢行業近十年的發展歷稱 的確塑造了國人的體檢意識 調查表明 體檢套餐並非越複雜越好 越貴越好 而應該針對個體的健康情況 考量效益與風險的平衡 然後做出最優選擇 中國式體檢可謂一朵奇葩 其背後 不僅是醫療服務體系的不完善 行業監管的不得力 而且是滲透整個社會的醫療化的生活 據中國新聞周刊當體檢成為生意 馳明將自己稱作中國專業體檢連鎖機構的首創者 把這句話翻譯過來就是 體檢的商業化是從馳永開始的 如今 馳明體檢佔據了國內民營體檢市場四分之一的份額 在馳明 博士兩個自止的不是一種學位 而是對一個人的稱為 這個人就馳永集團創始人 總裁韓小紅 韓博士出現在公司官網的首頁 體檢專家展示難和時頻宣傳片上 這家精明的企業將他的創始人當作素造品牌的手段 起到了不錯的效果 韓小紅喜歡講述自己的一段故事 以此來說明體檢的好處 她爭在九年前去韓國考察體檢產業 在當地體驗毛痛為搶鏡時 正好被查出了胃癌 所幸隨後經治療而康復 為人民健康復務利己利家 尼國利民濟世世天下 慈敏總部大堂的牆壁上掛滿這樣的標語 你是不是覺得我們企業有濃厚的國企色彩 慈敏集團黨委副書記楊峰偉的臉上頗有得意知識 慈敏的黨建工作做得很出色 因此 楊峰偉常常會代表民營企業去參加各類黨建活動 介紹民營企業黨建工作的經驗 演講的過程 就等於是對在場的各大國企的負責人造了一場慈敏的遠廣告 容易吸引人留下很好的印象 再會下了天中 楊峰偉會不失時機地問對方 你們單位有體檢嗎? 明顯要不要來慈敏組 就這樣 一個大單子就可能在下了中達成初步協議 精英族 貴賓族 潔力族 應酬族 還有阿伯企業 慈敏網站上的這些體檢套餐名目之多 令普通人感到眼花瞭亂 每一個套餐都有幾十項檢查項目 價格從三四百元到上萬元不等 據慈敏北京雍和江體檢套餐院長莫金瑞介紹 起初 慈敏的檢查項目只有十幾項 但如今總共有一千多項 楊峰偉說 實際上 由於體檢都是由單位買單 大部分體檢還是集中於幾百塊錢的中等價位套餐 他說 國內體檢行業的共同野心 就是讓體檢能夠納入到醫保範圍 漢小紅的計劃就是要把自己的商業進一步做大 他已經不滿足於現有的體檢模式 幾百塊錢的體檢只能檢查萬聖病與晚期癌症 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所以我都不好意思說 我是做大夫論夫滿 C 如果要真正實現健康管理的理念 就需要做深度體檢 漢小紅所指的深度體檢 就是價格在一萬元以上的高端體檢 在前榮總部 設有一家道亞醫院 這類除了可以做常規的體檢項目 還能做無痛慰搶鏡 核磁共振 C T 經勞多普勒 PET C T 等更加複雜的檢查 在體檢之後 還可以享受營養調節 中醫 美容 抗衰老等各種後期條理項目 國內另一家商業體檢機構 外康國賓的掌門人 將來光看好其所在的行業 他對媒體表示 目前中國14億人口中只有3億人每年接受體檢 預防醫學領域滲透率僅為19% 而日本是72% 另一方面 私營醫療行業近年內以30%的速度增長 未來幾年仍將保持者的速度 所以增長潛力巨大 作為國內商業體檢市場上強有力的競爭者 每年大體檢機構總裁預用提出的商業理念是 未來 醫院不再是用戶的入口 而體檢機構才是 只要拿著者一入口 就有機會成為整個醫療健康產業的百度 普通體檢並無顯著作用 作為一名醫生 吳海雲說 他自己從不接受那種成套包裝的體檢 只是根據自己的身體情況 每隔幾年檢查一些具體項目 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採訪時 他表示 世界上幾乎沒有第二個國家 體檢行業如此紅火 如此花樣繁多 中國式體檢 可謂一朵奇葩 吳海雲有一位朋友 是國際上大名鼎鼎的美國梅奧診所的 一位預防心臟病學專家 在聽說中國體檢機構提供的 各種各樣的套餐後 感到困惑不解 這位心臟病學專家介紹說 在梅奧診所內 也有個由內科學教授負責的診室 專門提供貴賓體檢服務 前來接受體檢服務的顧客中 很多是世界各國的 皇宮貴族 億萬富豪 但實際上 服務的內容主要是由醫生詳細詢問生活方式 既往疾病史 做事 足 球 鏡檢查 賦以一些必要的化驗 超聲波華 X線檢查等 這種貴賓體檢的平均費用 每次大概在三千美元至一萬美元之間 其中大部分是醫生的服務費 相比之下 商業體檢行業在中國擴張式發展的過程中 則一直缺乏專業的論證和規範 吳凱雲說 我們大量的保健經費都被投入到了 這些其他國家並不推薦進行的篩查當中 這些檢查有的不具備證據支持 有的則具有極差的投入產出比 吳凱雲的說法 在另一個重要的場合得到了支持 今年5月24日 在中國科協年會開幕式上 全國政協副主席 中國科協主席 北京大學醫學部主任 韓 W 作了一場題為對疾病危險因素控制和疾病 篩查的思考的報告 這位著名的病理生理學家在開始報告之前就警告與會者 這個報告將涉及一些顛覆性的意見 韓 W 以高血壓 糖尿病前期 骨質疏松舉例說 當前針對危險因素進行干預的實際結果是 極少有個人因採取措施而受益 絕大部分干預沒有任何效果 其中有些人的健康反而因此受到損傷 他以美國一項研究為例 這項研究涉及7.6萬例病人 55歲 74歲的男性 一般人每年7億次說 前列腺癌的一種篩查方法 一般人不早檢查 結果怎麽樣呢? 篩查早發現前列腺癌每一萬人中有108人 對焦早只有97人 前者增加了百分之十二 也就是說上篩查以後發現的病人增加了 但43年以後 結果是 這兩組 篩查的或不篩查的 死於前列腺癌的人 活有任何差別 Horn W接下來又舉了一個肺癌的例子 美國做了45萬人的研究 對各種篩查辦法和不篩查者進行比較 結果發現 每年做兩次以上高頻度的 X 空片檢查 肺癌死亡率反而增高 對於體檢是否獲益 國際上對大規模的人群進行過分析 聖西瑞治也在其博客中寫道 2012年 一份考克蘭 國際權威的巡政醫學資料庫 會隨分析對超過18萬人的情況進行了研究 研究者們在被施者參與體檢後的10年內對其進行了跟蹤調查 結果發現他們的死亡率 癌症或心臟病發病率並沒有顯著降低 美國普通內科學會也提醒醫生 不要對無症狀的成年人進行常規的普通體檢 沒有特別原因而定期安排的普通體檢 再減少發病率 死亡率和住院率方面並沒有顯著作用 並且不必要的檢查還引發了潛在危害 對於以上結果 韓W 解釋說 對於小概率的疾病風險 如果 要干預 效果絕對是很小的 但是要落實到個人的話 誰也不能確定自己是在百分之一 有病的 的人裏面 患事在百分之九十九 抹病的 的人裏面 讓韓W 擔憂的事 這是供應 F 解釋 尤其 醫學特別工作組 這是一個由全國預防醫學與群正醫學的專家志願 組成的獨立組織 美國醫生們需要參照政府提供的體檢項目清單 來確定誰需要做什麼檢查 而這個清單 就是由這個預防醫學特別工作組制定的 以保證所有檢查項目都建立在群正醫學的基礎之上 因而 盛西銳志特別希望中國也能有這樣的措施 來保證體檢項目的科學性 而不是由商業體檢機構自己設計套餐 實際上,2014年5月 由中華醫學會健康管理學分會組織全國近百位專家研討篇寫的健康體檢基本項目專家共識 以下簡稱共識 公布 中華醫學會健康管理學分會主任委員姆劉遜表示 該共識明確了必選和可選的體檢項目 希望能解決目前體檢行業面臨的基本項目不統一 服務內容不規範及公育齒或選擇等問題 未來五年內 美年大健康將在現有體檢 健康管理和中醫養生的基礎上 即入中醫治未病 女性保健 特色診療 康復理療和就醫保障等增值服務 余蓉表示 尤其是在一些三線城市 隨著健康知識的普及和健康觀念的提升 市場反應超出我們的預期 除了大醫院之外 將北京成建集團某單員門診步 這樣的二級社區醫院 也成立了體檢中心 價格從180元到上千元不等 它們的廣告單上列出了30多家合作夥伴 其中包括地鐵公司 中鐵十六局 溫特萊酒店 望京科技園等機構 增經測有人統計 體檢行業的利潤率至少能達到20% 體檢和藥品 診療並列 目前已成為醫院收入來源的三大支柱之一 與單純做體檢的民營機構不同 對於共立醫院來說 體檢還能帶來額外的收入 在體檢中發現健康問題的顧客 可以順便轉換成醫院的病人 廣東省人民醫院體檢中心主任員向東算了一筆帳 如果查出疾病的這百分之十都去了門診 其中還有一百分之百分之二的人住院 那麼 每年的間接效益就有五六千萬元 有些檢查在國外民所未民在接受體檢的過程中 來自美國的醫生盛西瑞治見識了中國體檢機構 內各種自創的花樣和過度檢查 而更令他感到不安的事在他接受體檢兩個小時的過程中 沒有任何醫生想問他的病史 哪怕是一次 沒有人問我現在服用什麼藥物 當前的健康問題 過敏史、家庭病史、或者手術史 甚至沒有人逃出過聽診器聽聽我的心臟和肺部情況 也從沒有醫生檢查我的皮膚上是否有可疑的痣 或者觸摸我的腹部 看看是否有硬肺 在所有的檢查儀器中 令盛西瑞治印象最深刻的是一項 叫做熱帶者檢測的體檢項目 檢查的方式 是他幾乎全裸地在一個紅愛溫度測試 而前站上30秒 摺著 儀器上出現一些熱圖像 用不同的顏色區分身體各個部位 這此解讀他身體的異常信號 姓西瑞治說 這種所謂的身體檢查 是他在美國的醫院裏民所未聞的 根據第中文學術論文網站 《中國之網》進行的檢查 記者發現 這項技術主要用作軍事偵察 1950年代被人首次用於醫療領域 截至目前 這一技術型多被用於實驗室研究 然而 就是這樣一種設備 卻在中國發揚光大 成為很多體檢中心的標配 對此 吳海雲雪 這種醫用紅愛液象而根本就是中國人的發明 完全不是醫院的常規診斷手段 然而 在嚴肅的科學論文檢查網站上 極難逆量子檢測移的蹤影 在普通網上隨便搜一下 有關量子檢測移的解釋 則有一種強烈的山寨氣息 根據博大精深的中醫理論 將人體狀苦在身體發射區上的月位 和手腕部脈搏訊號和血訊號 變換成對應的生物電數據 並將此數據與計算機海良數據 附中的正常值加以對比 進而確定被測者身體正常與否 有一項叫做 中碳十三呼氣試驗檢測委優門羅肝菌的檢查 事如今各大體檢機構都在重點推廣的檢查項目 根據前永體檢雍和光芬院院長莫金裔的解釋 做這項檢查的人 需要對著一根試管吹氣 然後吃鞋一種對人體無副作用的藥 再對著第二根試管吹氣 檢驗人員對這兩管氣體進行化驗 比照前後敷出的氣體中碳十三含量的高低 就可以知道你有沒有感染優門羅肝菌 在商業體檢中心一調龍格局的體檢程序中 中醫把脈常常被安排成最後的壓軸器 與老中醫面對面接受忘文文徹 也為中國式體檢過程中冷冰冰的機器陣列增添了一點而人性化的服務 北京的州女士和好友去年相約一起去某商業體檢中心做體檢 看到財單上的最後一項是中醫 對此頗有期待 希望醫生可以吸一些具體的條理建議 然而 兩人做完體檢後相互一問卻發現 房間裡的哪位退休老太太跟他們說了一模一樣的話 阿健康 別老爺 多吃水果 蔬菜 當時我們都挺失望的 覺得這項檢查好帳沒什麼用 百花了錢 這邊 對水果炭針 到二人時不成終 AMB Tel